当女朋友得责 我要去见前女友 啊 兄弟 找我上网 啊 那你快去吧 钱够吗 够 够 够 啊 那就行 媳妇 其实我刚才小弟友找我 所以我东西给我 啊 行 不是 但我没想去 媳妇 我跟家陪你 没事 你去吧 老婆 没事 没事的 我给你去吧 媳妇 那你这些人帮过来 我地址已经知道了 可以换点 这啥呀 给你买的衣服呀 干啥呀 你快去 快去 快去 不是 哎 对 两位 要情况好点的位置 然后要最后的太平 要再要小学好久 不要摆着 那能有什么两个啊 都开着 喝不了眼神 干啥呢 媳妇 不是 我给你定位置 你晚上不是去见面吗 你咋的呢 你别吓我 不行 我不去了呗 你生气了 我没生气 没生气 那你给谁打电话又气 又干啥呀 为司机打电话 不是我去送你过去吗 不用那么隆重吧 不行 老公 现在我们在一起 我不想让他认为 你在我在说的位置 过得不好 你出去代表我的美 虽然你的过去 我不能参与 但是你的未来 我肯定奉陪到你 真的 别说了 好吧 走 干啥 我自己过去 祝你安全了 老公 你开那条 没问题 放心吧 我拿完东西就回来 快 快回去吧 乖 冷的 走走走 我怕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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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给女朋友耍驴 反备啊没 吃饭 饭都不做 吃饭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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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什么外卖啊 啊 干啥 干啥 给你点个外卖 对不起 我吃饭 要吃饭 我脱了 脱了 你脱什么外卖 不跟你兄弟 那现在可以好好沟通了吗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没事吃饭 你吃吃吃饭 最最给你做的 就是想打我往外推 没有 你说没事 真没事 没有那你就赶快说 你要是不开心 我就逗你开心 你要是有压力 我就帮你缓解压力 谁要是欺负你 我就给你欺负回去 不要总想着帮我往外推 以后不许说没事 两个字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真没事 今天年终奖可能没有 本来打算给叔叔阿姨买点礼物 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我没跟你说呢 那你让你弄我 那不是男人呢 我真的让他们看到我 能照顾好吗 男人不 父母不在乎这些表面的东西 他们只在乎你到底 对我是不是真心 我到底开不开心 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反馈 在我世界里的艺术光 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 当我出差回来时 老婆的反应 谁能回来呢 家家家媳婦都在 那肯定你必须回来 外面世界怎么样 说啥呢媳婦 怎么样跟我有啥关系 我还不是办正脚事去了吗 不都说花花世界迷人眼 迷 不 那还有人说什么明月像江星 江星照顾许鱼呢 你说啥呢 我又没问你 你不打自招办法 就是 什么我说 你说啥呢 我也没说啥呢 对不 如果在外面你遇到一个身材特别好 长得特别好看的女生给你搭讪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闹了媳婦 真半正眼神 半正眼神 然后就不会有微信 那不是 媳婦我跟你说 我这一趟感悟颇多 你还有啥感悟呀 就是说 人生最幸福的莫在于 在外风尘呼呼 回家热热呼呼 一个暖暖呼呼的爱人 还有一个手舞 两人 三叉 四季 就特别兴趣 你学我学得挺像的 这么差 言传统就 叫她 良人 当归结好